那么讲完这个新世纪文学的这几个代表人物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聊这个先锋文学 先锋文学的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文坛 影响了一直到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中九十年代末 这里面有很多代表人物 先锋文学它一个是创作的理念 一个是创作的形式 都具有这种先锋性 早期的刘索辣 徐昕 王硕也算 王硕虽然最后独树一帜和这些都格格不入 当然王硕的文学成绩也非常高的了 刘索辣一开始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个中篇 叫做《你别我选择》 刘索辣是一个学音乐的女孩子当时 她和她当时的丈夫曲晓松 她更主要的成就都是在音乐方面 当然和徐昕从两个人也很早就离婚了 很多故事是一样的 徐昕是一个北京烤鸭店的临时工 当时在写了很多东西被退稿 拿了一个作品 就找人民文学的主编叫做刘欣武 他说刘索辣的那个能发表 然后我这个也能发表 都是用这种黑色幽默 一种那种非常新派的写法写出来的 我这个叫先锋的 然后给她发表了 叫做叫什么呀 无主体变奏 无主体变奏 然后北京作协给她请了一年的创作假 但徐昕后来就基本上就没写什么东西 真正引领中国文坛的新闻文学的是马源 马源还有莫延这两位 马源他最初的几个短片 北京文学给他发的时候 就引起文坛广泛的注意 他的短片虚构啊 钢底斯的诱惑 当时的青年作家都在研究一些拉美文学 当然有拉美文学者 阿根廷的博尔赫斯 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 还有三思 另外一个叫乔伊斯 英国的乔伊斯 爱尔兰作家 那么很多人就受这三个外国作家的影响 开始了这个先锋小说的探索 马源是这里面最早的 他的风格 就是写说的叙事手法 就是著名的马源的叙事圈套 读他的小说 四真四幻 然后他混淆现实和虚构的这个世界 马源的名字 马源的朋友的名字 马源的角色的名字 在小说里面出现的时候 上下对应 多部小说里面也互相的借用一些情节 然后给人一种错乱的迷宫的那种效果 他出来之后很多人就模仿他 然后莫言另外一个风格 莫言是魔幻现实主义 有人这样叫的 标签不一样 但写的好 莫言最早的小说 透明的红萝卜 一个短片 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 发在中国作家杂志创刊号 创刊号的第二期 一出来就引起着目 后来莫言再记再厉 写了《红高粱》系列 中国作家 解放军文艺 人品文学 《红高粱》不是一个作品 不是一个中片 是这个系列中片 后来这个老毛子张艺谋 董立就把他拍成电影 广为大众所熟知 这个《红高粱》 我喜欢莫言的作品 还有很多 经读过的 他的《白狗秋千架》 《球状闪电》 然后通读过的 他的长篇 《天堂算台之歌》 这个也是发表在十月的 还有一个长篇 叫《风乳肥囤》 发表在南方的一个杂志 比较晚的 叫《大家》上面 拿了十万块钱奖金 当然大家搞这个文学奖 再把这个投奖 就给了莫言了 莫言是中国文坛 最勤奋的作家 就是先锋文学 这些代表人物 马源 葛飞 余华 包括苏童 他们都有 有时候给自己休息几年 像马源有十年不写东西 葛飞也有十年不写东西 然后再推出一个长篇 这个样子 莫言已知在写 他几乎是一两年一个长篇 一两年一个长篇 他的长篇 除了我刚才经读过的 那两个之外 贩读过的有 《谭香行》 《四十一套》 《生死疲劳》 我都看过 他的中短篇 我看的非常非常多了 原来做编辑 读书 读作家的作品 他就是我的工作 我上班时候就可以看书 然后给大家聊这个叶兆岩 兆岩呢 他是 《先锋小说家》里面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 他那种江湾材子的 那种飘逸的文笔 我关注 这个叶兆岩 是他的最早的一个单行本 叫《死水》 这个文坛上不太著名 单行本应该是一个中篇 因为不太厚嘛 十来万字 我看完了之后 哎呀 很喜欢 后来就找叶兆岩的一些 中短篇看 看看他的早述的故事 发表了十月 这个五月的黄昏 发表在收获 说错了 早说的故事 已经是在收获 一道元的很多作品 发表在南方的一杂志 就是收获 上海文学和中山 他说北方的杂志 联系不是太多 一道元 苏同和于华 他们三个 因为住的离较近 还有上海的葛飞 孙丹路 他们经常一起聚 那么一道元写了一些长篇 1937年的爱情 花影花煞 我都经不过 非常好 非常让我欣赏 他心里流水的写法 语言功底非常好 叶兆岩 这位大哥 他也是出身名门 他父亲 叶志成 语言学家 他爷爷更有名 中国文坛 和巴基矛盾 能够齐名的 叶圣陶 叶兆岩的爷爷 我认识叶兆岩 包括苏同 孙丹路都是在海南的笔会 一个诗人张海雷 海雷一块儿去 在鲁院的集体宿舍里面 就见到了 那个年代 大家一见面聊两句 英文医疗文学 都很客气 都是朋友 当然我见这 他们都是叫大哥的 都比我大 但是这个先锋 小说家里面 最年轻的苏童 比我大三岁 大三四岁 就是这个样子 云华在鲁院见他的时候 他正在写一部长篇 真的一个方格本 写的密密麻麻 冲作刀佑 他说他写了之后 也不改 写了之后 就直接寄给编辑 编辑修改 现在不记得 当时是哪一篇 是后来诈想 这个十点文坛的活着 还是许三观 这个卖学记 当时就见他 正在写这个长篇 实践的推应该是活着 当时于华 同时还在谈恋爱 在追求鲁院的 一个美女作家 陈红 后来鲁院结束之后 于华和陈红 喜结连礼 回老家 就和前妻 结束了婚约 于华做过牙医 当然这个 中国的牙医门槛低 高中毕业进卫生院 去做牙医了 不像加纳牙医 读到大学毕业 在读若干年 他文学的理想 就从做牙医的时期 就开始写 写了很多 技术剧 推稿 那是文学编辑 左右他们的命运 有时候 给作者 发表一篇文章 确实能改变 我就改变过一些人的命运 有的人 在我手里发表的作品 就当了他们那个地方的 作协的文联的文化局的领导 更当然做厅长的也有 做生意做晚败 赚一个亿八个亿的也有 实践那就是一匹无情野马 现在回头看 一片苍凉 那么 云华 在先锋小说家里面 他的活着 卖力是最好的 影响力也应该是比较大的 现在聊苏童 苏童是这里面年龄最小的 二十多岁 就开始成名 写的代表作 齐切成群 也是张艺魔给他拍成电影 拱力炎的 最早有影响的中边是1934年的 逃亡 苏童他小时候身体不好啊 七八岁的时候就差点死掉 得那个肾炎 肾衰竭 后来就活过来 命大了 他是徐州人 他上大学的时候开始文学创作 写小说 和余花一样 技术就很多被退稿 他也和余花一样 有一个编辑 职业编辑 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这个编辑 在中国文台上 他也是个作家 也是一个人物 就北京文学的副主编 李陀 李陀 在先锋文学这一块 应该是幕后英雄 无论是苏童 余花最重要的 不一定是处女作 最重要的先锋小说 先锋小说 都是在北京文学推出来的 北京文学也推过 马园 余华 苏童 这些人 后来他们主要的作品 都发在南方的收获杂志 收获 沙海文学 等等 刚才几个代表人 是我 比较关注 比较喜欢 作品读的也比较多的 也比较重要的 先锋派的代表作家 那么其实先锋派的作家 当时因为是一个潮流 很多很多 我这里列了些名字 像葛飞 葛飞他那个短片 写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马园的短片 写的像迷宫 马园的迷宫能让你找到路 进去出来 轻松 葛飞的短片 如果像迷宫 让你进去找不到路 出不来 读完了 还懵逼 葛飞最著名的短片 像这个青黄 褐色鸟群等等 后来得写长篇了 但是他们后来的长篇 已经不做先锋文学的标签了 也包括后来很多先锋作家的长篇 残雪 残雪是先锋文学 这部潮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 残雪 他一个是早 在这里面也比较年长了 今年快70岁了 一个是他的更加的先锋 就是语言 叙事 套路 我说的更加先锋 就更加像西方 更加西方话 西方人更能接受 像一个美国作家 就是说残雪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 就是说他受卡夫卡 博尔赫斯的影响 都比较多 但因为他写的语言 包括情节和逻辑 都比较灰色 很难懂 所以说阅读方面 他需要一些门槛 包括我们职业编辑 看残雪的小说 我就看过两篇 看过他的《黄金街》 还看过一篇什么 第三篇就看不下去了 一般的读者可想而知 所以残雪的读者并不多 名气大在国外 名气大在国内 可能了解他们也不多 残雪这人非常自律 这和他小时候的生活有关系 然后他研究哲学 然后可以看英文的文学原版著作 他自己的学历 小学吧 小学毕业 残雪是一个了不起的任务 最近诺贝尔文学奖 很快就要出结果 10月5号就出结果 那么残雪陪跑了好几届 今年这两天的中文媒体在报道 残雪诺贝尔文学奖的赔率最高 有的说残雪赔率最低 最高最低的互相矛盾 但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残雪获奖的概率非常大 10月5号就揭晓 获奖不获奖都不意外 包括我刚才说到的那些重要的作家 就每一个去获奖奖都不意外 都有资格 都有能力 刘索拉和徐欣刚才给大家聊过了 他们比较早 但是写的不多 刘索拉这个音乐家 洪峰 洪峰是东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先锋外的小学作家 国内有人说先锋五虎将 他们说五虎将 马园 洪峰 然后 虞华 苏同 葛飞 这里面没有莫言 因为莫言 他得到了国际文坛的认同 他也不去排这个 先锋五虎将 你要排莫言的话 也委屈他了 就像这个108将 你不必去把潮盖排进去 一个道理 那么 我觉得要真有先锋五虎将的排法 也不必排洪峰 咱们不算莫言大哥的话 应该是马园 这个叶赵言 叶赵言比较喜欢 余华 苏同 葛飞 排这五个 洪峰 我为什么 他写的很多 长篇中篇短篇都很多 从我的角度 为什么 我说五个不排他呢 我和流行观点也不同 我也看过这个洪峰的一些中长片 那汉海就是在他的文学史上最重要的 文学历史上最重要的作品 就是汉海的中片 就是发表在中国作家的 我看了之后 我就跟这个中国作家的副主编 杨志广大哥说 我这次就完全模仿马源了 因为都实践了在马源的后面 马源在前面前不久就写了一个 长篇叫上下都很平寒 发表在收获上 收获把马源接到 请到上海 在收获的基地宿舍里面住着 吃他的食堂 住了两三个星期 把这个条片给写出了长下都很平淡 洪峰的很多小说 反正我读过的 都是马源的套路 马源的风格 马源的模式的痕迹 这个太像了 这就好比看了之后 感觉就不一样 就像我喝了这个一杯功夫茶很浓 再去喝一杯泡三遍的茶 所以我觉得洪峰排不上前五 借大哥脾气也有点大 和那个 他在辽宁吧 辽宁做鞋 还是沈阳做鞋 两级的 都合不来 合不来又退出做鞋吧 然后到云南 到云南一个地方就住去了 和当地的村民 和当地的村民打架 当然就都会影响他的文学成就了 北村 北村是南方的一个作家 年龄应该和苏同差不多 北村的小说写得好 我看过他的就是拍成电影的那个 龚立眼的 那叫什么 周瑜 电影叫周瑜的火车 小说叫周瑜的什么 一下子就想不起来 北村后来信教 现在是基督或者天主 北村的小说写的风格 和我刚才说的叶兆元和苏同 风格都有点相近 也写得非常好 这里说的皮皮是马园的妻子 前妻 叫冯丽 马园写小说 有个长篇上下都被平坦 破诊号 写给我的妻子冯丽 和将要出生的孩子 后来出版的时候书上 也有这个破诊号 也有这句话 冯丽他本身也是写的小说 写小说写得也非常好 中长篇也出了不少 我饭读过几篇 生活中 马园大哥 他应该是我的朋友 原来去海南 见过好几次 也吃过饭 然后马园和冯丽 他们夫妻的家庭的朋友 就是和我也是朋友 就他同学李启达 启达是我的哥们 启达的太太 朱立安 朱立安在国内做了一个立安教育 现在一开口都一个亿八个亿 很成功 也是我的朋友 张军是安徽的作家 写的很多 中场面都很多 曾经有一期收获 当时囊括了很多先锋派的作家 有于华 葛飞 马园 苏同 一期几乎囊括 当时很走红的一些先锋派作家 那一期就有张军的 还有赵博涛的 赵博涛的一个当时的叫 传奇永不熄灭 张军也去过海南 到我的报社 找我就聊不天 扎西达瓦是西藏的作家 他的作品 结束不多 对他的中短篇 贩读过几篇 旅心 山西的 也贩读过他的中短篇 写的非常好 后面这两位呢 那个时候 先锋派的小说家很多 后面这两位列上来 就是陕西人 刚才开场的时候 那几位朋友就聊陕西文台那些事情 杨登光是陕西的 但现在应该是在深圳 深圳后南不错 赵博涛是陕西的 去了海南 去海南 一开始在海南开发报 后来离开圈子 在一个大公司 做副总裁 他们两个在先锋文学里面 有殷席之地 他们的中短篇我都看过 杨登光 他的语言就非常的喜恋 而且有这个山北内带的那种土话 写到先锋小说里面 杨登光也参与一些电视剧 一些电影的那个编剧 后面列的这几个名字 哎呀 《车花洞》 《诸文》《寒冬》 《河顿》 《金人顺》 他们也是追逐先锋文学这面大旗 但是生不逢时 晚了几年 要是早一些 应该他们写的都很好 有的我都看过不少 像寒冬他的作品 中短篇我看过 应该很多 但要现在让我说出一篇来 等一下想不起来 他就是因为晚了几年之后 就被前面的那些更优秀更早的作家 占据了记忆 你就 后面就很难有一席之地了 所以有人把他们叫做后千文文学 那么像《车花洞》 现在 应该 文学的成就 也非常有影响力 在中国作协负责创联部 朱文寒冬 他们有一段时间想在文坛 闹出一点风波 闹出一点风浪 闹出一些名堂来 骂一些老作家 还有篇文章 批评王猛 把王猛 否定了 是朱文还是谁 这名字记不清楚 他就是他们几个人 河顿是湖南的 河顿有一段时间非常能写 他的风格 学王朔学的更多 有人办 叫做小王朔 就是后 后来就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 南方办了一个 杂志叫大家 虽然晚安的期限很高 就是刚才说的 莫言的风鲁飞团 十万块钱奖金送大家杂志拿的 河顿就在大家 写长篇 在中山写长篇 收获也发过它在中篇 有两年河顿很火 但你怎么办呢 因为晚安晚了几年 所以说在文艺上的地位 那也可惜了 大家好 我是燕大侠 燕大侠将会与您一起看世界 观世界 放眼大千世界 纵懒花花世界 请关注和订阅燕大侠三千世界 谢谢